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实还是有巨大的矛盾 我们接下来就说呢 由于这个矛盾存在呢 马丁路德就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反对他的人有农民 有人文主义者 有瑞士的宗教改革家 有贵族 有在京礼派 有教会 天主教会 还有贵族 还有一些不能履行他们那个社会角色的那些人 那么在这样的指责下马丁路德怎么办呢 马丁路德没有怎么办 因为马丁路德呢 有信心啊 马丁路德有什么信心啊 马丁路德有两个信心 一个呢 马丁路德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他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德国人 这种典型的德国人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这个自信来自哪里啊 来自马丁路德认为 我提倡的那些东西本来就是好的 我的目标不是培养那个有信任的好公民吗 叫他们在家里做个好丈夫 在国家做个好公民 在教会里做个好基督徒 那有什么错啊 没有什么错啊 本身是好的 错不了 是对的 这个呢 就是他相信这些东西对 然后他又看别人错 他说批评我的人也未必就是对的呀 你那个教会定制定那么做清规戒律 不是叫人那个搞腐败吗 然后我叫你好好做工作 难道不对吗 叫一个老师好好上课 叫个农民好好种地 叫一个下级服务上级 那有什么不对呢 那么你明明是个人 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有神圣性呢 或者你明明是一个自由的人 你为什么要对自己要求 把自己变成一个魔鬼呢 所以马丁路德越想越觉得自己没错 那么至于政治上 他说你们老师那个喜欢战争 那我还觉得社会需要一点稳定的 不要有那种那个老师打仗什么的 他说我我不坏啊 我教你们过健康生活啊 那么你们为什么都反对我呢 于是马丁路德这个人也是德国人的脾气 他就有意识 精力也旺盛 他就不断地和周围人争吵 不断地和人家辩论 所以马丁路德和罗马教 天主教会的人辩论 那是大家知道的 幽目共睹的 马丁路德和瑞士改革家 那个苏利士的赤翁利辩论 那也是很有名的 马丁路德和伊拉斯摩的争论 最后产生了一本书 叫做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 那也是很著名的 那马丁路德又和农民去联系 农民写十二条款 他也去争论 马丁路德还为自己辩解和贵族说 哎呀我那套东西啊 是很保守的了 不能说社会的那个革命 都是由我引起的了 所以马丁路德一天到晚去辩论 使得他现在的那个路德全集很厚啊 路德全集有那个七十多圈了 这样 所以呢 这个马丁路德之所以认为有信心啊 虽然很痛苦 但是第一个信心来自于 他认为他提上的那些东西没错 对的 那么马丁路德的第二个信心呢 就是说呢 他说主要呢 人是会变好的 人这变好不是学点文化 学点专业知识就会变好 而是人呢 只要去信仰上帝 上帝通过圣灵 通过人学习圣经 通过人与上帝的接触 人自然会变好的 所以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神学教嘛 他说只要你那个跟着信仰耶稣 你肯定会变好 所以我现在觉得你能够好 但不见得你竟然变不好 神能够使你把很多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那个路德的这些东西啊 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尽管他经历也充沛 就和人得去争论 但是呢路德那个自己信心没有上市啊 为什么没有上市 就是路德觉得自己把人定位在人的这个层面上 完全是没错的 因为人不是神 人也不是魔鬼 那么人是什么呢 人是人啊 所以他那套提倡的一种定位还是对的 那么所以我们说呢 那个海克·R.奥巴曼呢 他把路德的神学定在神与魔鬼之间呢 那个定位是很对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呢 路德有德国人的脾气 他不认错的 他就和人辩论 他不认错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他提出的那些社会观呢 是有一定的 是有意思的 尤其他的社会角色理论 明显的是超越那个时代的 有一定的超时代的进步意义的 但是即使他那套东西 也因为他处理不好 自己那套东西和社会之间的矛盾 他遭到了批判 这是我们刚才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一下 另一个问题 就是路德既然是一个调和的人 是个中庸的人 那么我们现在对路德的研究方面 我们也用一种比较极端的要求去要求他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看待人们对路德的那些研究 我们人们对路德的那个研究啊 有一种评价 说马丁路德这个人了不起 他是一个革命家 或者说他是那个代表着资上阶级 来反对封建主义的一个革命的斗士 那么这种说法呢 根据我们刚才的说法呢 是有点抬高马丁路德了 因为马丁路德基本上的那个社会思想呢 他是比较中庸的 比较保守的 但是马丁路德在政治方面呢 更保守 马丁路德激进之初呢 就是他在神学观念上 在反对罗马教皇这一点 他是非常革命的 那么马丁路德是不是一个革命家 这个做法呢 我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呢 这是有点抬高了 抬高了谁啊 抬高了马丁路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说马丁路德这个人啊 他实际上呢 是帮了资产阶级的忙 所以他也可以说呢 他是一个为资本主义发展 起到很大作用的这样一个人 那么这样一种说法 对不对呢 这样的说法呢 我们看看就知道了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说有一定的道理呢 因为有一个 我们只要看看是谁提出来的 这有一个英国人提出来的 这个英国人叫做 William Cabot 那个William Cabot 是一个身在18世纪末 19世纪初的这样一个人物 这个William是怎么看路德的呢 他就是完全用作非常世俗的眼光 去看马丁路德 他写了一本书 叫做财产论 财产当然就是经济头脑了 所以那个Cabot呢 就是用一种经济人的头脑 来看问题 他说 那个路德不是提倡新教吗 提倡新教不是有很多修道院被解散了吗 那么新 那个修道院一旦被解散 那么土地归谁呢 土地不就是归国王 归祖后 归贵族统治者了吗 那么那些钱不就给他们弄去了吗 那么他们用路德的新教呢 就没收了教会的财产 那么没收了教会财产实在太多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国王 诸侯贵族 他们钱就多了 他们钱用来干嘛呢 因为打仗 因为打仗呢 又没钱 那么就把没收来的土地 这个情况到英国也是真实的 英国有个国君叫做亨利巴斯 他后来也搞了宗教改革 他把修道院土地都没收来了 后来他要钱用 就把那个土地就去卖给那个富农了 结果在英国就培养出一个乡胜阶层 乡胜的很多土地呢 就是从修道院那里 政府没收来卖给他们的 所以呢 看到那个财产转移 教会的那部分财产 本来是教会里的 他不会用来做流通的 他教会的财产 因为教会是没有 是单身的吧 你信奉上帝你就不结婚了吗 那么这个教会的财产呢 是很难从教会里流出来的 你只看到很多财产流到教会里面去 但是流进去以后 你就很难看到他又流出来 但是现在呢 通过莫首修道院和教会的一些财产 那么这个钱呢 就变到流到社会里来了 那么巨大的资本流到社会里来了 尽管他们还是有国王 有诸侯 有贵族保存者 但是他们要消费的呀 一消费那个钱 最后就转到那个富农手里了 就转到资本家手里了 那还不是出进了资本主义吗 那么从这样一种理论来看呢 实际上是完全用经济的眼光看路德 我觉得这个观点和路德的思想差了很远 路德没想这么远 路德为什么要没收教会的财产 本质上是要反对教会的世俗化 因为教会拥有那么多财产 肯定要走向腐败 路德为什么要取消修道院 本质上也没想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路德只是说修道院那种苦修 禁欲 并不是一条灵魂得救的良好的途径 所以他要反对 所以呢 把路德看成是革命家的说法呢 抬高了他 把路德看成是一个经济头脑 很灵的 包住资本家如何进行原始积累的资本家的看法呢 我看也是贬低了他 接下来有第三个看法 第三个看法说路德完全和贵族都在一起 他不和农民在一起 不战成农民造反 那不就是站在贵族一起吗 他不就贵族一伙吗 那么这一点我们有时间的好好谈一谈 路支持路德的那些人啊 不是一般的贵族 而叫做选帝侯 尤其在萨克森有个选帝侯 选帝侯是干什么的呢 选帝侯他就是选举皇帝的 德国的皇帝是选举出来的 有七个大家族来选举的 这个有七个大贵族 他们的名声叫做选帝侯 他们的权利就是可以选举皇帝 那么这样的人其中有一个 这个人叫萨克森的公爵 或者叫萨克森的选帝侯 那个萨克森的选帝侯支持路德 因为路德搞宗教改革 罗马教皇找他 找人来和他辩论 宣布路德是异端 皇帝查理五世也要惩罚路德 但是那个选帝侯保护了他 选帝侯为什么要保护他呢 因为路德是那个选帝侯 选帝侯的关系呢 你就不能简单的说选帝侯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封建贵族 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德国的状况来说了 德国这个地方呢 虽然没有统一 他那个中央没有办法统一 没有建立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民主国家 但是他在地方上却出现了建立近代早期国家的一些情况 也就是那个选帝侯啊 一些大贵族啊 他们要强化中央集权 在自己的领地里建立一个近代国家 这个近代国家不是全国性的 而是领地性的 我们给他一个名称叫做领地诸后领地政府 德国的那些领地政府呢 他里面建立的国家呢是比较近代的 所以现在的学术界已经把诸后领地政府 不再把它看成是封建的地方割据 而把它看成他们的政府一种近代 近代的早期的一种政府 他完善了收税制度 他完善了官僚制度 他取消了那个封建领土政治 他搞了统一的司法 他搞了那个比较像近代政府的这样一些东西 所以呢马丁路德呢 本质上在政治上是支持这种 这种地方领地政府的 支持他们的政治近代化的 所以从这一点简单的说 路德就是长在封建贵族一边来反对人民 这个说法呢是折折双雀的 因为我们在谈那个近代化过程中呢 我们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提法 那就是贵族那个君主和市民结成了联盟 建成了民主国家 这个呢在英国法国的都是这么做的 所以马丁路德在政治上也和这个理想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呢 他是帮助那些有为的君主来建立一种主权国家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不能把他这样一种行为 就说成是帮助了封建贵族 反对了人民 那么第四个对路德的评价呢 就是说路德是不是资产阶级的问题 路德是不是资产阶级呢 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说路德是资产阶级 路德资产阶级出生 因为他的爸爸是个大的开矿主 他是农民那是没错 但是后来成了矿业主啊 矿主啊 所以路德出生就有问题 那么尤其是原来的那个东德 东德的历史学家写过这方面的文章 他从去研究路德的成分 说路德确实是个资产家的儿子 他是矿主的儿子 但是这样说呢 是不负责的 我们说路德是不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呢 从那个主要是从几方面来看的 第一方面说路德是少出了资产阶级发展的障碍 那么少出了什么障碍呢 就是说如果德国是一个神圣罗马帝国 然后教皇是能够不断地从德国获取钱财 那么肯定就是要加深了德国的那个 那个资本原始之类的困难 何况皇权已经强大起来了 各个国家的政府都要建立民族国家 那么你还有一个高于那个民族国家的国际势力 那个罗马的天主教会的势力 那么路德在这方面就说了 政治和宗教应该分开 叫做政教分离 这个举动明显的就是有进步意义的 就是少出资本主义障碍的 所以说路德在客观上是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 这是第一个说法比较有意思 路德的第二个说法 就是路德是帮助了资本原始积累 刚才不是有个英国人完全 完全说路德就是一个经济头脑 那太过分了 但是路德呢确实有一定的方式 是帮助了资本原始积累 这就是社会学家那个马克斯威博的观点 马克斯威博怎么说 马克斯威博说 他那种思想 一方面叫自己节俭 一方面叫人勤奋 一个人非常勤奋的去干活 自己有节俭 那干什么 那不就资本原始积累吗 这就是新教徒的本性 新教徒就是自己很日记的 过日是很不花费的 然后呢他就去挣很多钱 自己呢很谦虚 自己呢很节俭 很自律 那么这些钱到哪里呢 这些钱有利于资本原始积累 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呢 从经济上路德也是帮助了资本主义发展的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 路德的天之光啊 就是每个人只要各尽其责啊 要好好办以后你的社会角色 这个方面也是近代的一个观念 甚至说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这完全是个超前的观念 在16世纪路德那个16世纪初期 哪有人对社会角色那么认真啊 我们知道最不认真的就是贵族 中世纪的社会结构是这么来说的 中世纪有三种人嘛 一种是祈祷的 那就是圣旅 一种是打仗的 那就是贵族 还有一种是种田的 那就是农民 贵族的 他的专业就是打仗 但是他同时也升迁那个行政官 升迁法官 所以贵族就是专业的战士 但是却是业余的法官 业余的行政官 他连搞政治 搞司法德那么业余 可见他们都没有明确一个路德所提出的 那样一种什么社会角色 所以路德的社会角色绝对是一个 我们说是一个近代的观念 非常超前的 所以这个呢肯定是有利于那个资本主义发展的 那个整个社会进步的 那么第四个情况 就是说呢 路德的这个宗教改革啊 是不是帮助了德国的统一 那么这里面有两种做法 一种帮助了 还有一种呢说 路德这种东西啊 他反而是把那个德国搞乱了 后来引起宗教战争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暂时就是存疑 因为这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呢 路德是不是资产阶级问题 是不是一个资产阶级问题呢 主要不是说路德本能成分是什么 而是看路德这个运动啊 他究竟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 还是无利的 还是无益的 那么从这种情况来说呢 宗教改革确实是一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我们说这一点是没错的 这一点是没错的 那么我们已经讨论了那么多的 那么多的那个路德的社会观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那个问题总结一下 那里面的问题的真结啊 是出在哪里呢 那里面的问题真结呢 是路德的那套问题的政治观上比较保守 路德的那个政治思想是比较保守的 他的宗教思想是比较寂静的 也比较开放的比较革命的 他的社会思想也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路德的问题既不是出在他的宗教观上 也不是出在他的那个社会观上 路德的问题主要是出在政治上比较保守 我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啊 我们知道当时有几种政治势力 一种政治势力是叫做建立共和国制度 建立共和国制度呢 那是人文主义者的提倡 你知道意大利 那里那个地方都是一个个城邦 一个个独立的城邦 工商也有发展 所以呢 市民力量比较强大 结果就发展出了一个建立自由公民共和国的那样一种理想 这样一种理想 同样是城邦的苏利市那个赤翁里 他就接受了这种理想 所以他要建立一个利用宗教改革 建立一个公民的自由城邦 这一条路在路的那个时代 实际上已经走不通了 苏利市可能还有希望 因为瑞士后来就是通过城邦之间的联盟 组成了一个瑞士联邦 但是呢 意大利这条路却没走通 原因就是那个君主政治啊 我们说新君主政治啊 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很难越过这个阶段 所以路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路的那个时代 就是16世纪 16世纪这个时期 无论是意大利还是整个欧洲 基本上都可以政治上归为是君主制时代 城邦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 那个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邦的佛罗伦沙 佛罗伦沙也在1532年变成了公决领地 从那个共和国制度变成了一个君主制度的国家 不要说其他国家了 所以整个意大利都走向君主制了 不要说英国法国君主制都盛行了 所以马基亚维里的那些思想 托马斯摩尔的那些思想 伊拉斯摩尔的那些思想 和马丁路的那些思想 都应该归纳为君主制时代的政治思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